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 生命之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學資訊 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Hello Elon 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 現在一般都市人的慢性病 越來越嚴重 醫療經費又越來越貴 其實坊間是否有些便宜的方法可以幫我們去醫治身體呢 我也看到一些資料報道上面 原來乾淨的飲用水可以治療百病 這方面的治療研醫生 今天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呢 我相信在我們的聽眾過去都聽過我們有幾集的 討論一位伊朗的醫生 《Dr. Badmangelli》 他也寫了好幾本書 其中一本書最出名的叫做 《Our bodies many cries for water》 而這本書其實最后 都直接翻譯了中文 曾經何時很多人都有機會接觸到這個資料 好了 我剛才所說 現在的人病越來越多 醫療費用差不多是令很多國家都破產 包括香港在內 經常說不夠錢 要我自己買私人保險 原來有一個很簡單的藥 一種醫療的工具 其實是水 水大家都知道是很便宜的 雖然是這樣說 但大家都未聽過 我有一次有個朋友 在加拿大 他說你不要小看那些 我們買的那些瓶裝水 他說你知不知道原來瓶裝水 是比電油更貴的 瓶裝水更貴 超貴的電油 他說是嗎 這樣他就說個價錢給他聽 例如一個一瓶的瓶裝水 或一瓶水 不知道多少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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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到700元最便宜 原來電油沒那麼貴 電油不會說700元一瓶實際瓶 是斷筒 斷筒 斷筒 他這樣一說 我才想到 哇有沒有搞錯 我們的瓶裝水 因為瓶裝之後 搞到這麼貴 當然大家不是說一年要喝瓶裝水 大家可以自己買一個好的淚水器 將我們的水喉水 加以處理之後 成為一些很純的水 即是我們健康電 都有一個系列 就是那個水的過濾器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健波能量水 這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有五重的處理 其實簡單來說 水就很厲害了 但是就說 不是就這樣喝水便可以 是不是很簡單 錯 不是這麼簡單 應該要怎麼喝法呢 就是不要只這樣喝就可以了 原來是中國水與生命質量認知調查報告 最近有一個顯示 他說原來95.3%的人 是不懂得喝水的 他們不知道 喝的量 喝的時間都很講究 喝得對 就普通的白開水 都變成一杯功效水 那樣 所以呢 就要懂得去怎樣喝 還有那個量是多少 那他這份報道也有說 那他說 外面的傳媒 英國一位42歲的女記者 他名叫做沙拉史密夫 他每天喝三星水 堅持四星期之後 他的樣貌足足輕了成十歲 嘩 嘩 即是美容院都不用去了 美容院都沒有這麼吵過 對 三星水 四個星期 整個樣貌都年輕了 就是這樣 那麼他也有些相片 是看到之前之後 那麼 那原來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原來這位女士 而沙拉呢 因為長期頭痛 消化不良 去諮詢一個神經科的醫生 和一個營養師 那麼結果這兩個醫生呢 都建議他呢 是他喝多一點水 喝三杯水 那這樣 那麼沙拉呢 於是呢 就聽醫生的吩咐 還有呢 是記錄自己喝水之前 和之後的變化 四個星期之後呢 哇 驚喜地發現呢 他說他這個樣貌神情的態度呢 變得大為不同了 原來他以前呢 眼的 有眼部 面部有些眼袋的 有黑眼圈的 有皺紋的 有紅斑的 氣息很差的 而今天呢 連頭痛呢 都減輕了 就是除了這些 那個年輕了十年 頭痛都減輕了 他整整好像變了另一個人 那又另外一個 一個外國人呢 那他就 他就 切耳絲 那他就堅持一個月呢 只喝水 不吃任何的果汁 就是 飲料飲品方面呢 其他飲品 只是飲水 那喝之後呢 他發現呢 是眼周的那個皺紋呢 明顯減少 而對比的那個 就是對比之前 是其實改善了很多的 那變得又年輕了 有小皺紋 連頭痛都減輕了 那所以呢 那為什麼呢 就是 喝一下水而已 為什麼會被人帶來 這麼大的變化呢 真的 真的很簡單 是啊 是啊 那你有看過 有個言語話 純粹是世界上 第一重要的藥品 他能夠保證身體的細胞組織 那個器官和活性和功能的 維繫我們的生命線的 人體那個運輸 體內的營養物質呢 還有呢 把那些毒素呢 排出體外 都是全部呢 都是靠水的 是吧 那真的很重要啊 喝水 是啊 那大家都聽過 有一位很出名的西醫 他叫做巴達曼 我英文叫做巴達曼 他以前寫很多書 那 那麼 他當時呢 他第一次用在用水醫病呢 就是他在監獄那裡 在伊朗監獄那裡 因為他是一個貴族醫生 那麼伊朗革命的時候呢 將很多的貴族呢 就捉了去監獄那裡 但是因為他一個西醫 不要浪費他 就叫他去處理那些監獄裡面的那些 那些囚犯 那有一次他發現 有個囚犯呢 是嚴重的為悔羊 痛到是典台典直 在地上滑來滑去 他用了所有的藥物呢 都淹不到 就是他所守 就是他們有的工具 那結果呢 他就叫他連飲 連飲兩杯大水 大滾水 即刻就 很快就康復了 那麼他用這個方法呢 跟著呢 他就處理過成三千多宗的 就是相似的病患 是個貴族的病患的 那所以這樣說呢 水是生命之源 大家都知道 那通常呢 被譽為白藥之王的 那如果能夠 階段我們喝那些 那些 那些 炭酸的飲品呢 Carbonate醋 汽水啦 酒精啦 連續喝三十日的白開水呢 人的 認知力 創造力 還有生肺功能呢 都能夠顯著提高 哇 這個真是很神奇喔 想不到就這樣 單單喝乾淨 有活力的水呢 就可以有 這麼大的改善功效 是呀 所以你看到有些 嬸仔呢 就是盡量鼓勵他 就是不要 不要喝很多 其他一些 所謂一般的 所謂果汁啦 其實很多果汁呢 今時今日 都不會怎樣 新鮮炸的 很多很多 很多糖分在那裡 是 還有一般的飲品呢 其實都不是那麼好的 很多糖分的 那所以記住 白開水 全部喝白開水 連飲三十日呢 你就會看到的了 那 我曾經所說 其實喝水呢 都有時間的 那什麼情況之下 什麼時間 應該是怎樣喝呢 應該是怎樣喝呢 第一 早上一起床 就喝一杯白開水 排除排毒 和潤腸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這樣做 有些人都會早上一起床 喝一大杯水 那這個可以潤滑 那個腸道 加速新陳代謝 令到體內的垃圾 順利排出體外 那根據美國一個健康健身革命的發表一個研究呢 早上一起床 喝用大約五百個CC毫升的水 就令到新陳代謝速度會提高多少 24% 哇 二十幾個% 將那個新陳代謝 是啊 好啦 那喝水問題的方面 那如果你三十日裏面 只喝白開水 不喝其他飲類 身體就有能力 將有害的毒物 和排泄物 盡可能排出其他的器官 可以減少腹部脂肪 喂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發現 對於很多趨向見美的人士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恩順 是啊 很多時候我們去外面吃飯 通常會叫你要喝些什麼茶 有時候我們都說不用了 滾水就可以了 有些人說滾水也要收茶 其實沒所謂 總之你是為自己健康著想 那去這些地方 雖然他都叫你喝茶 那你自己就堅持喝白滾水白開水 好啦 那還有什麼功效呢 原來每天喝五杯水 心腦血管就會更加健康 那這個美國的流行病學的期刊裡面 目前發表一個 是差不多六年的研究 那發現呢 相比每天喝水少過兩杯的人 那些人每天喝水五杯以上的人 死於心臟病的可能性要減低多少 41% 減低這麼多 心臟病這個死亡率都很高 但如果這樣只是喝五杯水 最少五杯水一天 可以減低41% 那我們那個反肚頑童的計劃 就可以再誇大一大步 沒錯 那你可以看到 那這個是一個醫學 一個六年的研究 就是不是就這樣喉嚨去做過這件事 好啦 那水入身體呢 經過20秒鐘 就會去到血液了 那令到血液的濃度是減低 還有這個會對血壓 還有一系列的代謝疾病的症狀 是得到緩解的作用的 很快 是 即是20秒鐘就去到血那裡了 慢慢 即是進入了消化度 是不是要很久呢 其實不是很快的 是不夠20秒鐘的 好啦 那有些人呢 我們 有些人一雙風 感冒 那我們 很多人呢 就會很多時候 會看醫生 吃一些感冒藥的 那大家都明白 其實是感冒 雙風感冒是一種病毒的 病毒 即是所謂西醫的角度 是有病毒的問題 所謂病毒有關 或者引起 那很多人呢 就會去看西醫 那其實 病毒沒有什麼病毒藥的 沒有什麼感冒藥的 那其實呢 真真正正正 那時候 我只需做什麼呢 感冒的時候呢 喝多點水 原來就可以增強抵抗力的 OK 感冒發燒的時候 就會有出汗 很多時候有呼吸 那個急速的代謝的 加快的那個現象 那這個時候 是需要補充大量的水 那麼多喝水呢 不單止會令到 汗液排出 以及排尿 亦都有利於 那個體溫的調節 增加機能的抵抗力 那麼我通常都建議 如果是感冒 有些有發燒 或者沒有發燒也好 都會喝點熱的水 那段時間可能呢 有時候感冒一下 那些人覺得輕輕一點 喝多點水下去 都是會舒服一點的 那還有呢 如果發燒 我們更加都一直都有說 發燒呢 就是以同類相似的原則呢 就以獨公獨 以熱來到煙熱 那所以你發燒呢 你反而呢 就要浸熱水 喝熱水 那目的是什麼呢 令你出汗 是不是 你一汗一出呢 什麼鬼燒都燒不到的了 好了 那還有些人呢 老人家呢 如果睡覺之前 喝點水呢 是可以防腦血泉 哦 即是中風哦 哈哈 這個講睡覺之前 那老人家呢 尤其是血液 還說不好的人呢 臨睡之前呢 可以喝 即是適當點 喝點水 減少血液的黏稠度 從而減低 那個腦血泉的風險 中風的貢獻 那當然呢 有時候 睡覺之前 都不能喝太多的 因為老人家那時候呢 有夜尿 是不是 那要喝太多呢 就常常晚上要頻頻地 起幾次 休息 那當然不行啦 那反而呢 就是得不常失的 那要看情況啦 如果你有夜尿的問題 挺嚴重的 那你都不能喝太多 是 這個當然 那都是喝適量啦 那要偶爾 譬如6點起 去休息 然後又睡覺 那都算了 OK的 好了 那有些人運動了 那運動後趕的時候呢 我們應該是怎樣去喝水法呢 很多人運動之後呢 就拼命去喝大杯水 一口氣 一瓶 這樣喝的 其實是有問題的 是呀 反而是 跑完真的很渴 乾了 當然是想大口大口的 淋下去啦 那其實呢 這樣的喝法呢 一大量的喝大杯大瓶水呢 一口氣這樣喝呢 是會增加心臟的負擔的 嗯 那應該呢 應該呢 怎樣去喝呢 應該要間斷性小口補水 就是細淡細淡 慢慢喝細淡 這樣就停下 細淡停下 這樣 這樣 就不是呢 嘩 嘩 嘩 這樣喝大杯水了 好了 還有啊 我們發現呢 我們喝水呢 可以 令到我們精神創造力的提升的 那這個有沒有根據呢 原來這個是美國人類神經科學的前沿的 一篇文章顯示 如果你能夠在三十天裡面呢 只是喝白水 大腦反應就會加速 因為大腦需要氧氣才能夠運轉得更加快 而水呢 是供氧最主要的元素 因為為什麼呢 水的成分是甚麼呢 H2O H2O O是什麼呢 氧氣氧粉 好了 結果呢 研究證實了呢 每天喝百到十杯的水呢 可以能夠令那個認知能力提升三十個巴仙的 那 那 Bemangeli的那本書呢 有提及啦 包括 就是很多文明人的病呢 包括老人痴癌呢 都是因為缺水的嘛 那如果大腦脫水呢 神經海馬體的神經傳遞呢 就會受到影響了 那 那腦呢 就會比較沉睡呢 反應慢 OK 那所以 喝水呢 是可以活化我們的老人家的腦 是 那好了 還有呢 那 那 怎麼去飲法呢 那 我們喝水 有七個重要的 可以作為參考的 那 我們要喝的水呢 大概是一千五百至一千七百個ml 那 大概七杯左右 那 那現在呢 我們是 就是需要喝水 是要 那第一杯水 我們 當你六點半鐘喝下 那這個時候呢 會排毒又養癌 第二杯水 當你是八點半喝呢 那 體貼又健康 第三杯水 十一點鐘 即是你大概兩兩小時左右 會解禁 和放鬆自己的 第四杯水 十二點五十分 會減肥 又減腹 和減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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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杯水呢 就是 下午三點鐘 提神又醒了 那 第六杯水呢 下午五點半 是消化和吸收 那 最後那杯水 當你是 十點 十點鐘 那 那就可以排毒 和解毒 和排泄 嗯 即是我們其實可以平均了的時間 每日這樣 根據剛才所說的 七個黃金時段 去喝 當然每一次 剛才提過 是應該是 就是慢慢這樣喝 一杯一杯 一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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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喝 即不是那個運動之後 哇 一杯一杯 那這個呢 就會有一個好 那 那有些人 知道有資料提及 他說 有些什麼的問題呢 譬如釋斑的時候呢 就怎樣喝呢 那 如果有皮膚釋斑 就是剛才所說的那個女士 是 而且釋斑都改善了 清晨就喝白開水了 嗯 那 那 有些人呢 就說會加些 有些人 喝水好的 不如加些 有些人喝鹽水 有些人加些蜜糖 有些人會加些美白 加些檸檬呢 那 那 其實呢 其實呢 在這個時候呢 不用加這麼多東西的 即是 一早早那杯就可以不需要加這麼多東西 是 因為一個人的體經過了一晚的新陳代謝 體內的納稅呢 是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外來的作用幫助排泄的 所以 有任何 即是早就有些沒有任何糖分營養物質的溫水是最好的 所以 清水 早上那杯水呢 最好只是一個清水 不需要加些鹽水 有些人會習慣的 加些檸檬 是 因為那時候是盡量用來排泄 所以清早那杯就盡量純水就可以了 是 瘦身怎樣處理呢 原來瘦身呢 是可以餐前喝500cc 即是一大杯水 這個資料是英國百明漢大學一個研究發現的 只要能夠在每餐飯前半個小時呢 堅持就喝一杯500毫升的水呢 堅持三個月呢 體重就能夠減兩公斤到四公斤 嘩 這個都 哈哈哈 可以取代很多些不良的減肥 是的 即是這個原來水就可以這樣處理得到的 那麼 通常呢 那個 就達到一個減肥作用呢 那個量都控制得很重要的 那麼總量 即是總計來說呢 那個飲水量呢 是大概你那個身體的體重的 三十到三個percent 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五千 五十千克的人的體重呢 那就喝大概一千 一千五百的毫升 嗯 即是都視乎你的體重的 嗯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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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臟病怎麼喝呢 那麼 心臟病就是 即是睡前就喝一杯 就像我所說 如果你心臟不好的人呢 那麼可以養成 是睡前喝一杯水的習慣的 那麼這個呢 可以預防呢 容易發生在 凌晨 心口痛下 或者是 心肌感濕 這種這樣的病症 那麼如果在臨睡之前呢 喝一杯水呢 那麼主要可以減低 那個血液裡面的黏稠度 減少 心臟病突發的危險 所以呢 可以這樣說呢 即是睡覺之前 一杯水呢 可能是一杯救命的水來的 嗯 真是很重要的 好了 那麼有些人呢 覺得呢 有些人就是那種惡心 即是想作嘔 那是怎樣喝呢 那麼就用呢 在這種情況呢 就是可以用鹽水呢 是吹吐 那是複雜的 那麼呢 就 因為身體是一種保護性的反應的 那呢 就不用怕吐 就是拿些鹽水呢 喝了之後呢 就令到身體呢 就把那些 不好的東西呢 就是吐了出來的 那麼你身體 你會覺得舒服的 OK 那麼所以呢 準備一杯淡的鹽水在手邊 那就喝幾大口 令到那個 吐吐一點 骯髒的出來 那麼乾淨了之後呢 就可以用個鹽水 浪一下口 也都可以作出一種消炎的作用 那就是說呢 在這種情況呢 可以用鹽水 是幫助你呢 是催促你牛肚的 好了 有些人說胃不舒服哦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那中國人都經常這樣說 吃 就是飲粥水 就養胃 有胃病的人呢 是用那個水煮粥 那就可以用這個叫做 用這種這樣的方法的 那熬粥的溫度呢 當然要超過六十度啦 那這個溫度呢 就令到粥呢 是變成一種糊化的作用的 那令到軟 就是軟嫩的熱騰的 稀飯呢 就容易入口的 那才容易比較消化的 那適用這些 那些所謂腸胃不好的人 當然也是的啦 到病了的時候 沒什麼胃口呢 通常都是喝粥的 是 那最好呢 就煲到它的飯都爛了 變成糊 就是那些稀粥 那樣 是啦 那這樣煲飯就好過呢 就這樣稀飯 就是不要這樣吃稀飯 稀飯呢 其實把那些水呢 就沖那些飯下去 都是不是那麼好的 要煲到它變成糊粥 那樣的 好了 那有些人呢 就經常是 就是有些反磋 反流的一些藥氣 那有時候藥出來 很酸的 很不舒服的 那有些外面 有些 當然有些 用那些 那些馬丁林那些 那樣的藥物 那些藥物 或者用那些 脂子靈抑制的 普通 其外用品 那這些 那這些 那藥第一口貴 那原來我們 可以用一些 尺寸的方法 那只要是 其實呢 只要吃到 小吃晚飯 多喝梳打水 就可以了 那就是說 在這種情況之後 我们可以喝一杯梳打水 对那些胃液反流的人很大帮助 很多人以为消化是要靠胃酸的 原来很多发热生的发现 其实消化不是靠酸那么简单 消化是用梳打 我们胃里面是有Alkaline的梳打粉的 好了,那您看看,不要小看水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办法 原来可以用的水适量地用 掌握正确的饮水方法 按时足量饮水 身体有很多物质排出体外 身体自然就会更加好 真的不听袁医生再重提喝水的好处 我们都忘记了,那么简单,那么有效 难怪水真的叫做白药之王 白药之王,那么便宜,那么有效,功效 我们要记得以后跟着这些刚才所说的方法 喝多些水 適当地喝多些水 我们身体就可以保持健康 好的 好,今天就多谢袁医生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今天我们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就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和袁医生换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和袁医生 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到我们 cs.naturalhealing.com.h 来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了法语你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好,今天谢谢袁医生 好,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多谢大家上听,拜拜 拜拜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我们下期再见